大家好,歡迎來到AIMS LiveHK This is your Captain and Jamil speaking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本身我上一年力推的這對JORDAN 37 究竟這對37LOW比較這個37的 Main 是有好還是壞呢? 不如這段影片我們就會在這裡看 在開始這段短片之前 懇請大家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大家就會收到最新最快最好的廣東話下屏 好, without further ado 大家一起來看看這對JORDAN 37LOW 好,先來就要多謝這對鞋子的鞋主Sam 多謝你借這對鞋子給我們拍 本身這對鞋子是Captain試過的 然後就留了大大小 竟然有人肯收留它 這個也是另類最能幫到我們頻道的方法 就是借鞋給我們拍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加入我們SCOD Group 這樣就可以安排一下 好,事不宜遲先說一下 這次JORDAN 37LOW 其實用上的Tooling跟37LOW是一模一樣的 JEMILE,你在這個室內場跟我們試過 覺得Traction如何? Traction完全沒有聲音 但它找到你很久 我又有一點不同意的原因是 其實我這對鞋子穿了一段時間 BREAK IN 了的又打街場的37LOW 剛才有聲音 但剛剛新回來的時候真的沒有 所以一段時間踏開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條影片 都知道了 今次這個Traction Pattern和Compound 也是近年JORDAN的模特兒 唯一我會推薦可以打街場的 就是這個紫紋式地殼式的Traction Pattern 夠闊夠深 還有這個物料也是非常硬正 所以如果大家想打街場的話 不妨一試這對鞋子 Traction方面就跟這個Main是一模一樣 前腳掌的Turbo Zoom 再加上這個Full... 不是Full Link Sorry 不說過了 就是這個前腳掌的Air Shrubble 超級好感覺 JEMILE,有沒有黑科技的感覺? 有,超誇張 不知道為什麼呢 它LOW的Version 它的感覺是比高通Version更大 不如JEMILE你拿你那隊 讓我入鏡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團隊 哇,Raptors 黑色的Color 不就像這麼大樓 所以拿下去的確 有的確呢 前腳掌Zoom是非常好尷射的 但是我跟JEMILE 這次大大15 都發覺 這次LOW的那個前Zoom 好像更澎湃 有的感覺嗎? 有的 是哪個位置 是兩雙鞋最不一樣 Potone version 它是正常 我覺得這位置也有少許推動 但是它高筒 version 只是裡面有少許 我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 還未 break in 還是 是因為 Jamil 那雙太新 而且它比較輕一點 所以還未踏開 如果大家都有同一個感覺的話 記得在留言欄給大家 如果以說 Impact Pro Structuralise 這個 Shrobo 再加 Zoom Turbo 在前面 就真的沒得輸了 但是後端出了事 這個 Formula 23 我之前已經跟大家說了是把鬼 穿了這雙鞋幾個月之後 我發覺真是把鬼 我自己因為我的體重來講 我穿完之後 其實第二天 我都經常會有腳踭痛的問題 所以我都要換上一個 Dr.X 的一個鞋子在裡面 問題就比較舒緩了一點 但是仍然存在 體重比較輕的 Jamil 就應該問題不大 所以如果大家是大隻B的話 這雙鞋反而要變成3C 所以如果之前推薦大家 大家穿完之後 會有腳踭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至於這個37 Low 和37 High 最大的分別 當然是鞋面 這個 Main 上面的 Nano Reef 那個透氣度 是不是很棒啊 Jamil Unbelievable 超級透氣 是啊 但是正正是因為透氣度好 但是反而那個鎖定力 就是比Low 我覺得會差一點點 甚至乎很多時候 我自己在打球的球賽中間 我要重新要re-adjust 鞋帶 然後才令到上面的upper effect會好一點 但是今次這個Low 就明顯地 上面是instead of 用整個 Nano Reef 只是側邊的位置用了一些像36代的Lano Reef 而不是好像37代那種膠質十分強的Lano Reef 它的內側只是用了速乾布的物料 整個檔次感其實真的低了很多 也都 Jamil 是完全不相信是同一雙鞋 除了桶之外 連那個鞋面都令到那個外觀不同了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暫時這個低桶 就只有這隻顏色 在香港有售 所以如果真的不適合顏色的話 大家再等一等 而這個containment 變好了的原因 就是因為旁邊多了這些膠片 無論在這個腳的內側 以及這個鞋帶兩個洞的位置 以及外側的位置 都是加了膠片 所以就變了鎖定力 再不是靠這個upper上面的布料 而是多了這個frame 這一樣的而且確是Low 是比較做得出色一點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Jordan37之前那一條片 都已經說過 其實那個所謂的中筒 是很flabby 對於鎖定力的幫助不大 除非你是落腳枯 所以這次就算是Low Cut 這個版本 其實對於那個support 我自己覺得分別不大 加上它的前腳掌 雖然看上去不太闊 但穿上去的時候 那一個圓底再加這個闊前的位置 平衡力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反而是沒有了Kairi系列之後 他算是一隊做得圓底得來 又是support得好的鞋 所以如果大家是領會的球員 我覺得這個Jordan37 Low 也是不錯的選擇 Jermiel在這裡 當然要問一問價錢 Jermiel 知不知道這個Jordan37 Low 什麼價位 太久沒有拍片了 之前他要考試 這個Jordan37 Low 現在的低桶 賣便宜的Jordan37是$100 所以是$1399 所以屬於中高的價錢位置 如果大家真的想省一百元的話 的確是省到錢 尤其是如果大家 是深刻有折扣的話 那個性價比就會更加高 如果大家本身已經是買了 這個Jordan37的話 我就不建議大家 可以更新或者更新自己的Low 但如果大家未有機會試過 這個Jordan37 但又等低桶的話 這隊是不出了選擇 不過顏色可能要再等久一點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記得鞋鞋子出去 Choose a man to be one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有如果大家想把你的愛鞋 拿起來 借給我們評價的話 記得加入我們的Squad Group 聯絡我們 那就非常好 祝福大家 耶穌我是你們 希望這條影片新年時間出道 拜拜 拜拜 拜拜